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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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新的研究 首次验证了爱因斯坦 在《遥远星期》中的广义相对论 这项研究支持我们目前对重力的理解 并为胖物质和胖能量的存在 提供了更多的证据 这两个神秘的概念 科学家们只通过观察 他们对宇宙物体的影响 而间接地知道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在1916年发表的广义相对论 解释了引力是一个 被称为时空结构的概念的结果 简单地说 这个理论预测一个物体的质量 在这个例子中是一个星系 扭曲了时空 自从这个理论首次发表以来 它已经在我们的太阳系中 被测试了很多次 但是这项新的研究 是由一个由天文学家 组成的国际小组进行的 由英国普特斯大学的宇宙学 和引力研究所的 Tomas College领导 研究人员说 这是对广义相对论的第一次精确测试 在很大的天文尺度上 利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 哈勃太空望远镜 和欧洲南方天文台 在智利的超大望远镜的数据 研究小组发现 在遥远的星系中 重力的作用和我们太阳系的一样 就像爱因斯坦的理论所预测的那样 佛罗里达安百位的航空大学的天文学家 物理科学系主任特里奥斯特 在对美国知名科技媒体的电子邮件中说到 验证广义相对论对物理学整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尤其是对宇宙学的重要性 虽然他没有参与这项新研究 暗物质似乎以宝照的模式 在宇宙中传播 在纤维交叉的节点上形成星系团 通过验证以律在我们太阳系内外的作用 研究人员为暗物质可爱能量的存在提供了额外的证据 在验证广义相对论的过程中 这些发现也为暗物质可爱能量的存在提供了额外的证据 科学告诉我们 科学对此说 暗物质可爱能量是宇宙式标准模型中存在的两种奇怪的东西 标准模型是一种理论 它描述了宇宙中基本的作用力和粒子 是如何工作和行为的 它的目的是解释我们的观察和实验 然而 根据奥斯特的说法 我们对暗物质和爱能量缺乏理解和解释 导致一些人质疑标准模型 奥斯特说 我怀疑天文学家们很快就会放弃宇宙学的标准模型 而是希望让模型更精确地解释观测到的数据 根据科学的说法 在标准模型中 暗物质被要求解释 恒星让精细运行的速度 而爱能量则需要解释 为什么宇宙膨胀得更快 一些科学家提出 正如科学所描述的那样 可以消除标准模型中对暗物质和爱能量的需求 然而 因为这支团队已经发现 重力在我们太阳系之外的作用 就像在我们的太阳系内部一样 因为现在看来 我们对重力的理解是正确的 暗物质和爱能量 仍然适用于标准模型 Kollett指出 这项研究 并不是爱物质和爱能量的具体证据 但它是它们存在的额外证据 来自哈勃太空望远近的六张不同的图像 被一种叫做引力偷近的宇宙象印放大了 这些照片是由哈勃的观视野照相机拍摄的 在星系中 尖加了颜色与突出显示细节 验证广义相对落太阳系以外的第一次 该研究小组使用强大的引力透镜效益 一种技术 大规模的对象 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星系就像一个巨大的透镜通过安曲光线 背景对象的形象 也一个星系是扭曲的 这组天文学家使用的星系DF-325G004 因为它是离地球最近的透镜之一 距离地球只有五一光年 如果这两个物件是一致的 那么这个效应就会产生一圈图像 被称为爱因斯坦环 极非紧星系的爱因斯坦环 这个环的霸镜与光的片转成正底 你就可以测量时空的区率 除了测量时空曲线之外 研究人员还必须确定星系的质量 因为广义相对落率测了一个质量产生了多少区率 他们通过测量星系的恒星运动的速度来计算这个质量 然后通过将测量的质量与测量的时空区率进行比较 研究小组发现了广义相对落对这个质量或星系的预测 所以现在据我们所知 即使在太阳系之外 广义相对落也是正确的引力理论 Kollett说 这组天文学家希望进一步研究星系和透镜 进一步验证引力在整个宇宙中是一样的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